黑蛇张开血盆大口就咬了下来 他趁机将长毛插入黑蛇口中 将它死死固定住 气愤的黑蛇喷出了火焰 黑蛇女从背上跳了下来 毫不客气地砍向荷鲁斯 都被荷鲁斯巧妙躲过 一个转身溜走 愤怒的黑蛇鱼甩出飞服 赶紧跑跑 趁他不注意再次躲得起来 荷鲁斯快递跑回贝克身边 贝克见计划有效 提议再来一次 但这次他必须跑得够快 因为白蛇就在旁边 贝克一出现 白蛇女就发现了他的身体 赶紧快步追了上去 密密麻麻的土坑减缓了贝克的速度 眼看他就要被白蛇女追上 差点被烤熟 好在贝克及时躲进了大殿 此时的荷鲁斯也在身后颈追不舍 趁机跳上白蛇身后 此时的白蛇女完全没有察觉 还在拼命追杀贝克 荷鲁斯则偷偷跑上前拉住白蛇女 收到干扰的白蛇撞上了一旁的石柱 白蛇女对不能飞的荷鲁斯很是看轻 并不知荷鲁斯就算不能飞 也不是他这种小罗罗能够上的 荷鲁斯轻轻松松将其固定在座垫上 最后白蛇女连人带蛇坠入悬崖 荷鲁斯则在最后一秒成功着落 还没来得急松一口气 遭到破坏的神殿开始坍塌 好在两人及时躲过 此时的爱神刚好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仅仅是简单的对视一眼 黑蛇就乖乖迎上前来 一动不动 听话地张开嘴巴 爱神拔出黑蛇嘴里的长毛 紧接着说了一句 原来爱神能够魅惑一切单身生物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黑蛇送自己一顿BB品 下一步 他们需要用神水浇灭沙漠之火 以此削弱塞特的神力 想要进入金字塔 就必须答对师生人面向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